美歐銀行業早前詐現危機 雖然令不少投資者飽食 怕風散 但對港樓市場依然影響相對輕微 最近樓市表現勢不可當 新盤大戰愈演愈烈 多個新盤連環推售均取得亮麗燒情 市場統計指 3月份新盤膠頭大幅彈升 則不知時已取得如2,000貨成膠 至少較2月激增於一倍 樓價方面 美聯樓價指數最新報153.62點 按週微跌0.15% 本年鈴金則累升近5.2% 自從去年開始 美聯儲年番加息 加資早前銀行業接連 遇險 難免令全球資金沉迷出路 環顧全球 香港樓市一直是最適合各國資金 停泊 進可攻退可守的最佳投資選擇之一 近期更於眾多投資板塊中 脫穎而出 整體交投更是越升越有 個中原因不難理解 港樓市場在疫情期間一直展現極強抗跌力 其內表現跑贏不少投資產品 加上去年香港樓市跌約15% 明顯跌過龍 如今本港全面復常 聰明錢衝敬香港樓價 追落後 積極入市 相信資金將加快流入港樓市場 帶動樓市進一步向上 環有一點值得一提 最近特區政府積極推出不同計劃 既引進人才 以高財通為例 計劃於去年年底推出 其級納高收入人才 和全球百強大學畢業生來港發展 截至3月14日公布資料 合共收到逾1.7萬宗申請 逾1萬宗已獲批 同時 特區政府早前公布的全新 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 預料首年將吸引大量高資產人士申請 吸支數以千億計 現時世界各地搶 人才情況相當激烈 為加速本港經濟復甦 建議可考慮加大力度優化搶 人才措施 例如 合資格的投資者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後 可寬免來港置業需付的三成辣稅 以吸引在港落地生根 又或者容許購買物業作為投資移民的工具 進一步吸納更多資金等 只要資金持續流入樓市 相信港樓有望更進一步 駕駛齊彈